完全沒看過 另外一方是安迪對上了未知 為什麼吸毒狐的卡不能回收 因為他理測除外 所以理論上是未知資訊 三方艾斯是由電腦劍先攻 叫出傳送門之後 他們的特色就是兩卡動點 而且很難做康 因為他是手上發效果 所以能對應的東西不多 那他會怕什麼 怕真摺狙 還有怕隕石 當然電腦劍還有一個特色 是仙仙的一個能力 只要他在場上的時候 獸木的效果會變除外 所以面對一些排行 遇到仙仙不好對付 遇到我們的電腦劍法法 BFD也是不好對付 真正的天狐陣會是先做一個紅龍 然後防隕石 緊接著後面蓋個豬雀 然後再做一個BFD 應該還可以再做更多了 但是如果有辦法先防隕石 那就很順 OK 娘娘上手 娘娘 進場上 OK 從目的出來的時候 選一個電腦界入手 非常強力的卡 好 把這個沒什麼用的PSY 身體給丟掉 因為他要在牌柱裡面才有用 所以這樣卡上手大家都會很痛苦 但現階段因為史卡限移了 所以PSY使用率會降低很多 下面可以投了嗎 如果說BFD出來的話 你有兩張無效系的卡片 有機會逆轉 或者是我們的經濟的1滴 都還有機會 就是要看你的牌組購組 有沒有放一些後手的針對卡 OK 這邊的話則是用了我們的PSY 針對了瑞瑞發效果 然後它是無效破壞 所以可以直接炸掉 發怪效 這邊的話 場上的話有6加3的一個 combo 然後可以做出一個仙仙 交出來的PSY可以不理它 因為它回合結束會消失 炸掉有辦法送牧就不錯了 所以這樣的話 有可能會做一個抽牌龍 叫出那個鱷魚 長得像鱷魚的 它叫凱鱷龍 OK 以後多認識 在未來呢 勇者電腦劍可能會 搶一陣子 甚至現在也可以玩 畢竟現在史卡環境已經沒有BFD了 所以必須要有一些東西 來輔助 就只能靠我們的勇者套件 現在非常強力的一個套組 你牌組只要掛七張牌 就可以享受這個強大的能力 看到喔 旅途裝備 施救 然後兩張魔法跟水神石 七張嘛 所以說你只要掛勇者的話 三灰三狙 加七張牌 然後再放本家的東西 舒服 因為現在勇者強的地方就是 你的出動點如果很怕灰流的話 那勇者插到劍可以幫你擋一次灰流 然後做了一個凱厄龍 那是飢餓龍 然後效果就可以抽牌 可以抽一張 喔哇 這邊進得好耶 除外十張牌 抽兩張 然後看這邊 有沒有六的東西跳下來 有的話就 情況都不一樣 強大的右手 哇 賺一 然後賺二 現在三手可以做事 現在的話看起來要跳個牢牢 是不是 OK BFD強的點是 在準備進主要的時候 發動 你可以宣示一個屬性 然後對手場上的怪 都變成那個屬性 然後不能發動效果 也不能攻擊 不過有一些特殊的情況是 如果說你的怪效是 永續類型的 像是我們的地閃 然後地閃有個效果是 你發動魔法卡可以補100滴血 像這種的話就不會被補效 就比較特別 但是如果你是發動類型的 你就 很痛苦 那什麼是發動呢 就是有量 會發光的 都不行 很好分辨 發動 欸 欸 他有中一張豬鵝 所以剛好丟了兩手 啊 他剛中 旋武加豬鵝 然後沒有怪 OK 旋武的話是 對手打過來的時候可以 改變對方的攻守錶 OK 但是除外的話會有個效果 復活一張 電腦界 特招 然後丟一手 然後青龍發到效果了 然後看一下豬鵝 在墓地有沒有效果 豬鵝的話一樣是除外的時候呢 選擇一體電腦界 喔 沒有 他是選擇一隻怪 上升6 哇 太強了 沒有 加3 所以他變3加3 變6 然後做出一個新鮮 先 先先我婆 好 先先的話是 他有個復活的能力 然後外加是把墓地變成除外區 OK 真龍皇 BFD 法法來了 太漂亮了 哎呀 OK 他現在 等一下準備進主要的時候呢 如果灰夜姬沒有兩張無效卡 他會很痛苦 OK 發動 宣示暗屬性 現在有泡影的話可以對應 泡影 效果不行 唯獨泡影 有連鎖點的話 禁忌的一滴可以選 丟什麼都OK 電腦界煩的地方是 他如果做出這個 然後外加後台有豬雀的話 那還是真的麻煩 因為豬雀你可以把自己的 我們的BFD炸掉 然後他的效果就會成立 為什麼我不是選光呢 一般會選光沒錯 或者我可以選神 他連鎖元旅制發 先除外 所以灰夜姬的戰略可能會變成是 要跟他打消耗戰 現在不能公宣 不能發怪笑 但是可以做召喚沒問題 八階超亮 可以做出一隻攻擊三千的怪 是OK的 是OK的 好那麼97 我記得他有個效果是不會被戰破 他沒有辦法成為對手效果的對象 好然後素材我給這個 不會被戰破 那為什麼會看到這張牌呢 因為料理人會擺 好沒事 料理人是帶給大家幸福的 有空請搜尋這個 黑暗大法師 料理人中煙套牌 非常的可怕 什麼他連效抗都有嗎 成為Number素材的效果呢 卡片不會被對手的效果破壞 還有戰鬥破壞 非常的痛苦 那現在BFD 兩手有一張手牌的確定 可以 剛剛有回收了一張我們的瑞瑞 然後跳下來的話可以去發效果 可以 法法壞都可以吃 可以可以吃 他是所效果發動跟 攻擊宣言 然後是針對玩家 但是你是特招的話沒問題 唯獨只有Number86不行 那或者是封解界像索尼的特招 這兩個 買了一張牢牢 現在這隻不會被 笑破戰破 也不會成為對方效果的對象 也不會成為對方效果的對象 OK 太可怕了吧 天挺靠 這邊扁他屁股 然後上疊有機會 實質也代表 這個 迴夜姬他的牌型很容易嗑到對手 因為如果有壞獸的話 他可以直接解放掉天挺號 OK 但這邊沒有辦法 再不解掉會雙敗 無情發動 所以電腦界花了這麼久的資源 RUN了一圈 結果場上只有一個天挺號 非常的慘 好 那這邊的話來到了 新鮮的復活效果 將卡片除外呢 可以進行特招 進行復活 好 雙手背 然後輪到揮夜姬這邊的回合了 目前可以看到 圓履這張牌呢 可以從墓地 除外卡片起跳 所以這邊的話會有一個特招點 然後這次他要先執行喔 因為他 我記得他會有一個約束效果 因為上次姚哥 跟澄澄打了一個影片裡面有講到這個 有講到這個字數嗎 記得 沒有約束嗎 恩... 那應該是我記錯了 抱歉 OK 挑一個摔角手 解放的話可以炸一張 但是他解放完之後會進到出外區 可是效果還會執行 沒關係 然後這張的話是可以炸祭波的 又看他的寫法 像是他... 我記得會寫Degiru 對 如果是Degiru寫在前面的話 他會先解放 然後就可以炸東西 比較特別 好現在等於說天靈號是一個白板 想罵過這個3000 再把新鮮打掉的話 那其實優勢蠻大 現在有辦法做出一個八階的超亮 不過 這張用完的話 選擇好像剩下No.38了嗎 好 回擊 通招 然後從我們的牌子裡面拿卡 拿同一隻 然後發效果可以選擇 把我們的天靈號彈回手 現在場攻的話 這裡打過去 打掉 5400 5400的話 7200 好這隻會回手 所以沒差 所以是來到了5400 摔九手還是打完之後再解放 因為我記得他是一個二速炸卡 先扁完 先鮮然後炸一張 因為把天靈號洗回去 會有一個風險 但是我看電腦界的排情 好像除了BFD以外 黑卡偏少對不對 還有一隻R3的是不是 壞獸灰的缺點是什麼 貴 太貴了 你先看那個獸王 三張UR 然後還有這個圓屢字 三張UR 灰夜姬三張UR 還有這個曬教授一張UR 太可怕了 還有這張 也是UR 這算缺點嗎 一般人走不出來 除非你不是一般人 好選擇這邊炸掉 發酵果 彈一張 他把仙仙洗回去的話 對手只要沒有辦法做同步 就沒有辦法復活了 OK 全身很漂亮 好 血量來到了我們的150 非常奇葩的數字 這裡要做NAMM38嗎 做38抗一絲魔法 OK 這邊則是做出了 銀河眼的光子青 OK 這張的話也是比較少見 抽量8000喔 因為他能叫出來的已經靜幕了 通常NAMM97只會掛一個吧 出不來 然後再提一下電腦界的優勢是什麼 兩卡洞 前提是場上藥過一邊傳送門 那假如說沒有呢 那就很痛苦了 所以會遇到一個情況是 對手下一張牌 然後摔角手解放再一張 哇 門就沒了 先攻法法 也讓我們掩飾了一把這個 神以龍 好頂啊 這張更頂啊 所以你看到這張 下面有 料理人下面有這張的時候 大家要小心 真的小心 真的小心 太危險 真的危險 那遇到料理人怎麼辦 你可以選擇直擊 或者是貫穿 或者是壞獸 那若都沒有 下一把 或齒輪 好 OK 這邊的話啟動了青龍的效果 選一個電腦界加手 好 這邊的話抓了一個 三型的怪 那緊接著就需要 想辦法去騙傳送門 想辦法騙摔角手 就還有機會 嗯 這個不能發喔 還是說他牌手就沒了 OK 下怪有沒有事 好 塞腳手 這邊顯得沒事耶 或者他想要把這個 逼出來再炸掉 因為你只要等對手 沒辦法做出 這個白怪的話就有機會了 好 OK 進戰階 好 愛的選手 會不會自撞 No.90的屁股很香喔 三千 他喊戰階在喊結束有點可怕 欸 恭喜灰夜機 壞手灰夜 拿下勝利 這邊很漂亮的用了一張 我們的 防戰破效果的一隻怪物 輕鬆化解BFD的攻勢 若你不能發效果 那也不能做 攻擊的話 那要做什麼呢 那就是防守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把是 我們的快特對上了 我們的安迪 OK 目前看到的話是四強賽的另外一把也是打一個BALL ONE 好 這把的話可以看到雙方手 OK 下面選手的話是我們的十二鐵 對上了安迪 喔 安迪又拿到先攻了 但是 沒有護防點 對手對了個G 所以 演的機率很低 真的很低 抽三 研究所 喔 手上還有一張魔法師之理 鎖對方的魔法 再看一下我們十二鐵的出動點的話 可以直接做十二獸這塊 做個龍槍炸一張 然後下一層做抗戰 或者是直接 鐵獸丟一 好 運作一個魔導的時候 抗一次怪笑 但是沒有什麼資源了 現在應該要做一個龍槍去騙龍師 把這張牌騙掉 騙完就有事做 好 騙完之後呢 手上有我們的天璣 你可以選擇直接發 天璣效果拿人馬怪 都可以 這邊要看一下對象是二 然後手牌特招人馬怪 人馬怪效果的話 再選擇 選三做銀彈 然後銀彈這邊三加一的話 做了一個聯馬魚者 喔 這邊如果把場面清乾淨的話 應該會直接解除 現在可以做 炸一 然後土花點掉的話炸二 然後土花點掉的話炸二 OK 進戰節 剛好直接帶走 哇 沒有想到 真摺居直接斷了眼牌的攻勢 好 這把就沒什麼問題了 迅速的一把 有啊 谢谢大家